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上可能发生各种诡异的事情 坚持不住的话 可以随时退出 准备好了的话 就请开始吧 我们走 不要被别人抢先了 这里的氛围确实不太对劲 这种不安的感觉 让我想起曾流传在军队中的一个诡异传说 什么传说 可怕吗 据说以前有一支军队 行军使于路过树林 发现无人生活的林中 却摆放着大量美食 将士们正缺粮草 于是坐下来大块朵衣 忽然 发现周围有几双血色的眼睛 正盯着他们 别说了 好吓人 林中可能会有埋伏 我们还是跟着路标前进吧 和我预想的一样 你们果然走了这条路 我们上 阿丑 狄奇 可恶 眼睛看不清楚 这里有埋伏 我们快离开 等等我 阿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临终可能会有埋伏 临终可能会有埋伏 我们还是跟着路标前进吧 我好痛啊 谁 谁在那儿 没有脑袋 好痛啊 没 没有脑袋 你该不会是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悄悄过去吧 千万不要被发现了 临终可能会有埋伏 我们还是跟着路标前进吧 被 求你 是团子牛奶的香味 找到了 真的是团子牛奶 居然有这么多啊 这里还有个稻草人 是被谁撞倒的吗 他怎么突然站起来了 幽灵来了 快点干掉他 这样吗 吓了我一大跳 没想到我们是第一个找到的 话说这么多团子牛奶 我们喝掉两瓶也没关系吧 真的可以吗 团子牛奶放太长时间就不好喝了 我们先尝一尝 真好喝啊 要是能买一些带回海祈祷就好了 僵士们要是能喝到这么美味的甜品 应该也会高兴的 可惜团子牛奶没办法长期保存 剩下这几瓶我们兑半分 差不多该回去了 走吧 是你们的朋友吗 要不要去聊聊天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带着剩下的团子牛奶回去交差 下次再一起玩试短大会吧